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閒聊一下 因為有時候會聽到一些朋友說的話 讓我有一點混淆 就像這一邊簡報上所出現的 有一些朋友有時候會提到說 我的PPT正在製作當中 有的人會問說 報告是要教Word的紙本 還有PPT的紙本嗎 然後有人會留一個網址 然後說這裡是上課用的PPT 有時候聽到大家用這些名字 感覺會有點奇怪 其實感覺用的不太對 那正確的用法應該說 我的簡報正在製作當中 報告是要教文件檔的紙本 還有簡報的紙本嗎 還有這裡是上課用的簡報檔 其實PPT DOC XLS 都是微卵 Office 舊的檔案格式的副檔名 微卵從Office 2007之後就開始推新的副檔名 也就是新的檔案格式 那其實叫做PPT X DOC X XL X 那實際上 當然很多人還在用舊的 格式的檔名 但是要記得這些是檔案格式 並不是真正的名稱 那微卵的Office裡面 正式的商業軟體的名稱 簡報的軟體叫做PowerPoint 然後製作報告或文件的軟體 叫Word 然後製作試算表的軟體 叫Excel 這些是特定商業軟體的名稱 那實際上我們應該用的是簡報 或者叫Presentation 然後跟文件或試算表 這才是我們一般應該用的名稱 終究製作簡報的軟體很多 製作文件報告的軟體很多 製作試算表的軟體也很多 那這些特定的商業軟體 或者特定的檔案格式 實際上他們有一天可能會不見了 但是一般的簡報檔文件檔 試算表的檔案應該會長久留下來 會長久使用 所以實際上你用一個正確的名稱 我覺得才是可以長長久久使用 溝通上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那今天就提醒到這裡 謝謝大家